好 繼續來看這台空中勤務總隊的提升旗 說出現在台勤雄港的航空當中 原來這是空中勤總隊今年要來度約的提升旗 一陣子這台勤雄港有上官尤修科學 就已伴侯學校電視和作為到分類 這麼當這台提升旗 背來到學校全校出生農告中應接 見證這列出生的一項 原來是1510點提升旗出現一台提升旗 欽附近民眾雅頭觀看 原來是一台由台東基地起步的提升旗 要來台勤雄港基板熱膠基鎮雞典禮 我看到指鎮雞很開心 台勤雄港全體蘇星流來營舊 不然因為我是現役空中隊的提升旗 這是已經讓她45年的UH1HQ給她 要交由飛機修學科學作為教學用具使用 其他的提升旗之後 可以繼續發揮她的驚訝 這個飛機是因為就是 我們總隊進了一批比較先進的飛機 那這個就是作為這個給學校教學用 台勤雄港獨立進進 引進的各方部落行特性旗 現在又接了一台救護他們的特性旗 就是要讓學生更加全民心了解航空客機 今天這個 我們這條一身旗的政策 金武總隊 對我們台勤的聽聲 拿到我們專校蘇星 非常感動和經費 這台直升機交接之後 對我們大氣商工以及飛消科 都有教室上的幫助 例如電子設備 甚至飛機機體的內部的構造 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知道怎麼維修飛機 因應未來航空輸給的發展 這台在生機中的替代金上工 增加到學氣固的豐富聽到 來培養更多的航空人材 大中華新聞 羅雄鴻 萬人 蔡宏報道